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主持的食饱饭系列 见到我多敏捷 就知道这次是难道的象征 今次我们会下一个不太难的路线 现在我就在沙基湾巴士总站 我们将要走到西湾炮台 现在我们首先走到眼前工厂街开始出发 今次我们的旅程就会去西湾山的西湾炮台 走访一些军事的古迹 首先我们会在沙基湾巴士总站出发 途经明华大厦柴湾 去到沙基湾消防局附近 就会转入山路 很快就可以到达西湾山西湾炮台 今次的行程就是3.5公里 需时就是1小时 难道就是一粒星 这一座的遮掌 现在在眼前看到的那些是什么 里犯度假村还是什么 是吗? 是呀 里面是一些比较旧式的建筑 我以为有一个海防博物馆 海防博物馆在阿公南 即是那边出去 但近期疫情就没有开 我都查过我也想去 订阅了 订阅了 但他们先等他上班 先等他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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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先沿着工厂街 走到眼前那个明华大厦 工厂街 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在这些地方 去走一下街 很多油包 很多油包 我都在玩炮台 我竟然这样都遇到有人 你住在这儿吗? 是呀 哈哈 哈哈 拜拜 不认识 不认识 观众 观众 哈哈哈哈 好厉害啊 好 我们就 看车 横过这个 沙基湾东大街 我们由巴士站走到东大街 依然是这个工厂街 现在就在工厂街 转入这个 宏华街 哈哈 哈哈 他这个炮台 是同样的 好了 走了几分钟 我们就来到这个 明华大厦的 车口了 那我们就在这儿 搭车上去先 转入 是啊 是啊 没错了 我们首先是来到 阿公岩道 嗯 可以走旁边 可以走旁边楼梯的 这里上 哦 都是一样上去 好 经过这个 G座 明华大厦 G座 就穿出去了 好 好了 那我们大概走了十分钟 那就来到这个 明华大厦 外边这个 阿公岩道 那我们呢 现在就转右 向这边 走出去这个 柴湾道 哇 好漂亮啊 这三脚椅 OK 可不可以下 油繩 油繩 好了 那我们来到这个 明华大厦 I座 和J座 中间 这里呢 就有个 树荫长椅 也挺特别的 很少是一个 三张长椅 围住的 一个三角形 我们在这儿 先拍照 也挺特别的 哇 凉峰啊 凉峰啊 哇 是 好啊 好像 这里面呢 好像重庆大厦 那样呢 全部通了 好啊 我们去上面看一下先 我们去这个 西湾泡台之前 参观一下这个 明华大厦 嗯 好啊 猜不到呢 在这个明华大厦呢 都有些打卡影像位的 我们在里面呢 都拍了些 挺有趣的影像啊 好啊 现在我们继续完这个 鸭公岩道 走出这个柴灣道先 好啊 好啊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 亚公岩道 走出这个 柴灣道 那对面呢 就是这个持有会 持有学校 那在这里呢 就沿着这个 柴灣道先上斜 在这里 过马路 好啊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经过这个 柴灣道的巴士站 那其实这里呢 是可以搭巴士来 就不用我们 好像经这个 收基湾的市区的 那其实你可以 搭巴士来到柴灣道 下车呢 就方便些 那就可以直接 去这个 西湾泡台的 那其实这里呢 有些过海巴士都来到这里的 就是说 你可以在 对面海 就可以直接搭巴士来到这里了 那其实都尝算方便的 好了 那我们沿着柴灣道 一路上车 那我看到 对面 就是消防局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 这里 转左 在这里 继续上山了 噢 现在我们在这个 里玥门公园方向 不知道里玥门公园 是否开开的呢 现在好像说 那些设施开了 是 所以应该开吧 诶 诶 检疫区范围 哦 里玥门度假村啊 是啊 是啊 那是不是直接进不去 先误误一下 是啊 这里是不是进不去的 哦 好啦 那我们 刚才呢 就在这个里玥门公园 这个入口呢 就想着 就想着 这里进去 这里进去 但其实呢 现在你玥门公园呢 就作为这个 什么 檢疫隔离 隔离营啊 隔离营啊 既然那些人在这里隔离 我们就当然进不去 哈哈 要不然什么叫隔离营啊 哈哈 那我们现在 它永远不是在我们的位置 永远都是在隔离 所以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 另一条路上去这个 西湾炮台的 那我看地图呢 是不是这条楼梯呢 对啦 应该在这条楼梯呢 这里是有一条小路上去的 我看地图都有这条路的 那我们 相信它应该都上到去的 不过就 略为 应该比较 没那么清晰那条路 我猜啊 对啦 我猜啦 但是 走过才知道啊 不是我原本的行程 好啦 那这个里玥门公园 成为这个隔离中心 那我们进不去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在这里了 那在 消防局 对面这里 这个抽水站旁边 那有条楼梯的 那我们就在 那我们就在 这里上去 那我看地图 就见到 这里都有条小路 可以上到 西湾炮台的 那开段呢 就是这些 隔得很美的水泥楼梯 那但是 过了没多久呢 那些楼梯呢 就会 越来越硬了 哈哈 哈哈 我们在这个 树林间的 小路上斜先 好 暂时的路线都尚算清晰 一直呢 就跟着这些 梯级路上 哇 吃饱饭 又戴着口罩 这样 走楼梯上斜 真的有点辛苦 啊 啊 哇 现在有点湿 感觉不是那么好啊 哎 好像 差不多走完这条楼梯了 看到楼梯 对 湿制完 哦 好了 那我们大概 在秋水站 走了五分钟 那就上回来 这个马路边 那如果我们 刚才呢 是可以穿过 李渔门公园呢 就在我身后 这一道杂 那里出来的 那但是因为它封了 那所以我们就 经过这条楼梯小路上来 那我们上到来之后呢 就转右 啊 向这个货坊 往这个西湾炮台 继续走的 哈 我们继续在这个 马路 两旁树林 濕濕粒粒的 在那里 预动啊 继续 转上去 真的好濕啊 是啊 我觉得自己好像一条邱人 濕滑的司机啊 但是我觉得它现在这个山势呢 是 和游堂魔鬼山那里 真的挺像的 是 又是很多个S彎 然后中间又有些凉艇 是啊 这里又有凉艇了 我们就 继续沿着这个 西湾炮台 神运径上 喂 这边有路路和石屎路啊 是啊 这里呢 有一条 山路 一会儿有时间我们探一条 山路 我们可以在这条山路下来 好啊 但我们就沿着这条马路 石屎路正常地上去 先上去 先上去 先下山再 再探一探险 我认为这里呢 其实真的很适合做炮台 因为呢 它在这么静的环境呢 基本上是 你上面就可以伏击到 下面上来的人 我想在当时呢 很多地方都很静的 哈哈哈哈 是现在香港发展得 这么繁华 才是没有静的地方 说是迟那是快 我们就已经看到 前面有个建筑物在这里 是啊 我们就来到这个 西湾炮台附近的一些建筑物 那 有说这里呢 看到两旁呢 有些架位啊 那这里应该 段故是曾经 有一道杂在这里的 那就是进入这个设施 那这里 有一些石屎屋 有一些 铁杂啊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刑房啊 军事设施 那样 那我们过了这个疑似杂口呢 一来到这里 就已经有个 应该是刑房的物体 那我们过去看看 那这里呢 那这个铁杂呢 就上了锁了 就 不要妄想可以进去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里面 全部都分开一格格 那样的 我再看看旁边 那这里呢 就 其实是一个大格 那次步上去 先 那分开 好几间 这一间 间房那样的物体 再看看那边 那还有呢 可以看到 在最外两边 其实 它是深一点的 就是它应该兜了这个 整个 营房建筑 而地下呢 就有一条 去水道那样的物体 那我们继续 上斜先 现在就 看到了 上了锁了 那 完全不用进去 嗯 好 我们继续上斜 这边很有趣 你看 这边也有个 这个是防空洞 这个可能是防空洞 我似乎 新的镜头看看 现在这个树洞位 有一个防空洞的物体 你看到 它 应该曾经有锁的 但它应该被人挂开了 即是说 如果你不能进入这个洞的话 就可以进去 这样的 但是 今天又湿湿湿湿 我们又来 并非探险的 那我就 不进去看了 我们的宗旨 都是走一些 我们走不到的区域 而不是一些 走不到的区域 是啊 那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能自己来 去下一个洞 可以 看一看 这里 又有一个 没有锁的洞 有一个洞 这里真的没有锁 那 看一看 是 看一看 哇 咦 它是可以再进去的 哇 它是可以再进去的 是啊 我们 看了全貌 虽然 虽然 很有可能 看完全貌 之后 我们会缩沙 因为会硬 是啊 那我们就 暂时 先不要进去 好 那这里有一个 防空洞的物体 虽然它没有上锁 但是因为我们 今天是这个吃饱饭系列 那就不想太刺激 那我们就 不是冒险島系列 没错 那就纯粹轻松加油一下 那我们去了 这个 西湾炮台附近一带 的建筑道 游历一下 看看今天有没有机会 臨走前走 就去看一看 好 那这里 开始就 越来越多 这些 凌房建筑了 而且越近山顶 就越光猛了 是 没错 我们开始离开这个 这个比较多的 两旁的树林 嗯 感觉就没那么湿湿 湾景应该都 越来越开阔的了 是啊 应该等人可能有机会看到海 那可能海 可以在上面 对啊 有些梯级 这里是有些梯级 可以上到这个 刑房的顶 是啊 可以在这个 梯级 上一上去 对啊 刑房顶是有洞的 都要快速 冰箱 不过 横梯 真的不过 哈哈 哈哈 又买 又买 即是要特意爬上 那从来到二楼去厕所 对啊 我上去二楼去厕所 但那一楼去整理 那那一楼的同友 就要避一避 幫我摸摸 幫我拿個膠桶接一接 你出門口窩啦 三隻人出門口窩 好,但上來其實就沒什麼好看的 好,那來到這個分岔路口 左邊就好像沒什麼看的 我們就在右邊 向著這個西灣砲台方向繼續走 好了,那我們大概走了四個字 上來這個西灣山 那對面呢,就是這個拍假山啦 而身旁呢,就是這個 舊軍營的主建築啦 你看到,它一排排的門窗 就是它的軍營範圍啦 可惜現在這裡就 重換深鎖啦 我們就無緣進去 裡面看一看 我們現在就唯有 在旁邊上斜 我們上去這個主建築的頂上 的舊炮台位置到 看看 上面好像 那個建築都幾有趣的 而且它已經改建了做一個空中花園啦 這樣 有些長椅啊 有些樹蔭啊 有些樹蔭啊 有些休息啊,拍照都幾適合的 都幾適合的 好啦,那我們來到這些軍事設施 那就當然要看一下它的遺跡啦 那我們看一下,這裡 這個主建築的頂上 上面有個圓形的 並不是煉城陣啦 這裡是一個炮床來的 可惜現在就 已經沙滿了樹啦 完全看不到外面的海景 另外,你看一下 另外一邊 遠處 也有一個位置 是放另一枚炮台的 旁邊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呢 有些 疑似一些 儲物的地方 你看到 應該曾經有些閘門在這裡 我相信它是放一些 炮彈的地方 好啦,來到這邊 我們又可以看看 另一個 炮床的位置 那就同樣地 向著海的方向 都是沙滿了樹 完全看不到出去 我嘗嘗 盡量看一看 看看是否滲到外面的景色 好,是 什麼都看不到的 西灣炮台 是英軍在19世紀末 在西灣山上興建的 碉堡和炮台 最終是1903年完工 在落成沒多久之後 大炮就被撤走 改建為防空炮台 據說也曾經擊落日軍的戰機 好,那我們在這個炮台位置 玩完一輪 那我們現在就 繼續向上走 那這裡呢 有一條藍色扶手電... 我說什麼? 說錯了 藍色扶手電梯 好啦,那我們來完這個 試一下 試一下觸電 嘩! 這個演技行不行嗎? 我們完這個藍色扶手 如果有機會叫大恩過來試 我想去看看怎樣是電 電 藍色扶手樓梯 上去的 這個應該是山頂為置 對,剛剛我們在北京過來的 那我們現在就應該去新加坡 或者吉隆坡那個 對,這裡就有個 世界 指示 路牌 指示了不同的方向 那... 如果喜歡去阿姆斯特丹 去倫敦 那九千多公里 正所謂條條大路通螺馬 九千三百公里 是啊,很快 是啊 好,那我們就沿著這個藍色扶手 樓梯 上去這個山頂 好,那... 再上高一點 就可以開始見到 外邊的海岸 不是,海岸 有海 應該是鯉魚門 那個...海峽 應該是鯉魚門 那個...海峽 那...剛剛在下面的 那個... 空中花園 那...經過這個... 樓梯 那...走到上來這個 西灣山的... 最高位了 那...這裡呢 都有些... 幾特別的一些 軍事的設施 那...這裡就有些... 粒位啦 那...我就... 不太明白是什麼來的 那...如果大家... 觀眾知道的 可以... 告訴我 是啊,留言啦 告訴我 留言告訴我 這裡...這些... 設施 其實是... 為什麼是這樣建築的 那...這裡旁邊呢 還有一個... 發射站 那...現在呢 對出呢 可以看到... 這個... 海岸了 港島北... 這個... 里漁門對出的海岸 我們還可以看到... 對面... 張軍澳... 正在建那一條大橋 那... 我就繞這個... 軍事設施道 走一個圈 看看有什麼看 那... 那...除了這裡... 有一個... 凹下去的窩位之外呢 那... 那...這裡還有一條... 大塊柱的 那...看來是... 有一些... 像在這裡... 可能曾經有一些像 你看看... 曾經有個徽章 是啊 那...可能是一些... 軍人的像 英軍的像 是啊 那...這裡... 繼續看到... 下面有些水管 其實這裡是不是一些... 水墓的設施來的? 即... 即... 軍人他都要喝水的啊 是啊 那...可能他是一些... 儲水缸的 你看 也不奇怪啊 是啊 但是他... 但他又會... 可以有... 樓梯又有一格格啊 樓梯又有一格格啊 不太理解啊 那...走到這裡呢 走到另一邊 就開始比較... 荒蕪些 那麼... 遠處都... 掌滿了一些雜草植物 多個別... 幸好 你不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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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ане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这里的风景也不错 如果没有太多树木阻挡的话 画东有画 沿路下去 对,这里还没拍过照 对,刚才玩了这么久 好,我们就在日落晚下的时分 就在暗地下山了 其实这里真的很轻松 就是一升 一升难度 其实一升难度主要是比起初那段楼梯 对,没错 如果不是那段楼梯 即是经理沿门公园上来 沿路都是马路上去 那就是半升 哇,这个真黑 如果我们下去的时候就太黑了 没光 好啦,这里一路下山 就是没有街灯的 所以,如果大家好像我们那样 玩到日落之后才下山的话 就可能要 准备一些照明设施 嗯 因为到了第一阵 那个 进去 那个森林楼梯 下去呢 就应该更加黑 更加黑 对 而且那里有可能有点湿滑 尤其是现在春雨绵绵的季节 对啊 尤其是黄昏之后呢 很多霧气沾了在山上 我的袋子就这样放在那里 那表面都湿了 好啦,那我们大概用了15分钟 就由这个山顶走出来马路边了 那刚才我们就黑脖脖的摸一下下来 那大家都看不到我拍了些什么 那如果... 什么都看不到 是,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撤退的路是怎样呢 可以看回影片开头的 因为我们都是... 高带啊,你试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沿路下来的 那就没有分别的 是啊 好 还有记得下来的时候要开电筒 是不是真的很黑 是啊 尤其在树林间的楼梯是有点黑的 而且有点滑 那大家要小心了 是 那这次的旅程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没有难度 没有难度 那就算轻松了 我够胆说轻松两个字 是啊 终于可以说出轻松这个禁语了 啊,舒服了 是啊 那这里路程又短又近市区 但是如果作为行山呢 就... 零挑战性 没什么挑战性 你不要当这里是行山 当来这里看一下一些军事古迹啊 一些... 看一下风景啊 看一下历史啊 因为有些纸牌 有些牌在这里写着历史啊 或者是拍一下照啊 打一下卡 甚至乎你喜欢沉一壶探秘呢 是,都可能帮到你的 好,那这次的旅程就轻松完结了 那现在呢,我们就下山了 那如果大家要回到沙基湾的话呢 就可以沿着柴湾 好像我们上来那样走下去 或者呢 其实在对面呢 是有巴士站 可以搭车过回对面海的 即是如果你住在九龙区 甚至乎新界区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里 过对面 在消防局再走下去下面 沙基湾官立 中国那边呢 就有巴士站 去回其他地方的 好,今天时间就差不多了 又是时候说再见了 拜拜